谭医师,我们日常生活中,我们需要不需要跟随经络运行的时程生活, 比如说晚上11点前要睡觉,或者几点起床,或者什么跟啊,我不太懂,不过请问一下。 经络理论是中国五千人一路改变过来的一种理论绝学, 他们认为人体有12经络,再加上印度二脉就14经络在运走, 运走它就按照时程,第一个11点呢,比如说11点又由肺开始, 那么呢,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建议呢,不等于是科学,它不是科学, 但是它是一种建议,这个建议呢,你不可以否认它, 但是你又不能同意它,因为它不是科学, 所以这个建议呢,又还有子午留住,也是一个门派, 很多人呢,受了古代的影响,以为这个建议都按照时程这么重要, 其实呢,现代生活啊,你们不可以按照这个建议, 规定的东西去做的, 譬如我自己,我自己做了十年餐馆, 十年餐馆呢,我三点上班, 上午三点上班,一路做到早上一到两点, 那么呢,我的身体怎么样呢,我觉得还蛮不错的, 那个时候,很多人有上夜班的, 有上早班的,三班制的呢, 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, 所以呢,我们只是课本的,机械性的, 将这个时程啊,分出去, 那个时候不科学的, 但是,我们呢, 有很多东西习惯了, 它就成了自人, 比如我习惯了, 三点钟,早上三点钟才睡觉的, 我们那个时候, 你说这个不合生理吗, 不对, 早上过了十二点, 睡觉的人太多了, 因为很多人都是上夜班的, 所以呢, 这个所谓的间落呢, 不是绝对的, 还要根据你自己的生活和习惯, 习惯最重要, 譬如, 有的人坐飞机, 他就是有这个时差, 那么你用间落理论者, 解释这个时差, 那个就不科学了, 因为你这个习惯改变了, 习惯改变了, 那么呢, 身体,心理都受到影响, 所以呢, 我们就说, 我们不按照传统的间落理论, 而且间落理论的效果呢, 也是非常有限的,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神经学说, 不是间落学说, 但是间落学说, 你又不能否认他, 但是你啊, 不是盲目的根除他, 所以呢, 我们呢, 还是按照身体的实际, 去处理那些病状也好, 生活也好, 习惯也好, 那么我们就是依据顺旗自然, 那个呢, 才是科学的, 太棒了, 太好了, 我们以后不用担心那些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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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